那这样看下来的话 感觉C9整体的一个阵容 其实还是要更偏poke一点 对 斜斯左翼的双poke左打得很舒服 但是舒服是一方面的 另外还有一个隐患 就是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 你这种poke阵容最大的问题就是视野不能丢失 也就是说你的三座中路的外塔 不可以太早地被对方给推掉 这种心态下面对士气正盛的DFM 咱们希望两支战队 或者说尤其C9这边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咱们进入到双方的召唤之下谷 这一场DFM对阵C9的小组投名的加赛 已经打响了 本场比赛依旧由千询 怀男和王多多温宜送上直播笔述 开始的话 DFM这边选择了一波暴团 看能不能等来一个有缘人 但在这种关键局里面 其实C9应该也不会犯过于激进的错误 是的 你像说没有缘分 这一把在招依技能的选择上 看到两边的下路双方组有所参差 EZ这边是带了治疗术的 而另外一边C9这里 防止女坦的这种先手的开团 还是带了一个进化 而且上中野就C9这边来讲 可能主动性在早期 还是要掌握在C9这里 尤其他们的上中野 发条虽然说能跟左一 去跟你打的有来有回 但是主动性还是要在左一手里的 所以说C9前期能够通过对线 获得多大的优势 可能也就决定了 他们在中期能够滚起多大的雪球来 反面打野都是下方野去看 红色方的双人组先上线 这样的话也可以前进稍微的抢一下线 主要是Volkan这里把中草给站住了 这个中草一站 相对来说DFM就会 这线就抢不了了 尤其是现在阿木木很多的时候 他喜欢一级Q上去去打 所以只要阿木木站住草丛 一般他的对手会比较小心 上落经典的长手打短手 前期肯定色体要稍微往后笑一笑 爱演奏的 对 但其实等级起来之后就相对要好一些了 并且要等待他的队友的来临 没错 所以这局其实对于C9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前期自己 如果能在线上去稳住这个优势的话 就要把它成功的过渡到中后期 把优势不断的去扩大化 嗯 那说到下路 但是EZ的状态首先也不太好了 哎 谁叫Piu小兵是吧 闪现 这一波Youta帮直接拿下医学以后 还要追Zven 谁又知道了 被迫Zven也被逼了一个闪 后续再推出B进化出来 哎呀 阿夏不敢追了 我的天 这Valkan 上 是 我刚刚还想说Zven这波第一时间打了Youta帮一个强攻之后 Youta帮也不太敢往前追了 但Valkan这个Q也太 Valkan回头了 主要是回头 还Q小兵 然后直接就被留下 有点没想到 塔下Elia已经没有蓝量了 只能赶快磕磕药 然后还有一块饼干 这就是咱们刚才讲的 这C9它得稳住自己的心态 Blober应该是想要去吃这个河蟹的 对 大摇大摆从中路路过 那赵新这边应该知道自己双河蟹没了 这个其实 要是双方都正常的走 就拉开距离的话 感觉不会出什么事情 是啊 这本身蓝色帮也放弃追击了呀 也就是换点召唤式技能而已 是啊 这叫阿木木本身这个英雄 她也存在了她的这个 等一下 哎 只空了 这一把可以看到 Gang拿到这个女毯之后 也表现得很活跃 直接一波三级的往中路靠的Gang 尤其他刚才下路有一些优势是吧 所以可以先动 是 这个 暗爪上来的这个气泡没命中 要不然的话可以打一套 主要是两个辅助相比较的话 女毯的这种游走的效率 来的就要比阿木木高很多了 阿木木的Gang可能来的没那么容易 是 而且刚才我们看中路的连续起步拉扯交火啊 由阿里亚的发条 占据了不少的优势 直接动小龙 主要还是下路这一波 趁着女毯的游走 可以把线推过去以后有了个线权 是 赶紧把自己的前期节奏找一下回来 而且这把杰斯应该算是对现在比较不错的 他前面饼干全部能够省下来 然后自己很早的回家 不用交TP上线 然后能做到女生的类 等着万豪这把其实抗压也不错 回家铁板区 然后补刀也没差几个 两边上单 这种补刀基本上属于没差 对 就吃平 就和平发育了吗 中路两个法师 基本上这种队性也打不出个什么花火 Perks我们看到塔下也比较的谨慎 在缺乏野区视野的情况下 根本就不出塔 是的 感觉这个是DFM有所布置的 因为他们知道前面C9迎下来的局里面 基本都是Perks主动在前期去带节奏 所以说这把他们处于是盯紧了 严格地看着这个Perks 而且你看女坦这把只要一游时间 她就会往中路过来游 配合着打野就蹲一波 看能不能止到 再回到下路的对线情况 几个人还是比较谨慎 不知道对面打野的位置 尤其是这两个人 就红色方这两个人没有眼啊 所以连刚才这种三角草 都需要用异技能去看一下 外面一片漆黑 是的 还好Blapper赶过来了 补了个视野 补足视野过后 想去留人 刚好Q技能距离差一点 这个绷带没缠到 如果这一下缠到的话 感觉有机会的 嗯 Easy说实话 这技能也是齐的 Easy刚刚闪应该差一点 对 如果刚才 那时候打起来应该闪现 怎么说差个五秒钟 嗯对如果这种时候 奥拉夫斧子粘到了 可能你哪怕有一个E 也不一定能溜得掉 是 毕竟阿木还有二段的Q 这也就除了前期下落双人组的那波交火之外啊 什么打的还是比较谨慎 感觉各路其实都在隐约的做一些尝试 但是都没有太多机会 这一波 Easy先刮个寂寞的大招 沐沐和雨坦同时动手 瞬间红子房两个人被分割开了 沐沐表示要卖掉自己 但是另一边赵琴根本就不管你 先找你的A点 这个女强已经先死掉了 但阿木能走吗 Easy这边就该来了个发条 有机会去 闪下龙坑 大招机会去远处的电刺 哇虽然踩住了一个催眠气泡 但是还好 是 Easy果断的闪现 闪现跟进去把这个人头给拿到 嗯 这样的话DFM在前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嗯 不断地去针对到对面的下路 当然也是因为Valkan第一波的一个小失误 感觉C9这场比赛下路双组不太能忍得住啊 首先视野比较缺乏 缺乏视野的情况下 对于自己的走位啊 是否上前 依旧是比较冒失 有点没沉住气 对 而且这一把RP 因为他自己被看得太死了 他基本就在中路线上没动过 哦呦 这一个崩斩电刺再次出一个闪来 法治这边也被画闪现焦焦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先锋 看一下C9这边第一时间来的人是更多的 同时女强已经大不流行 往这里走 Easy是来不了 并且Easy的大招也没有转好 先对Ford动手吗 Easy能直接吹开 9月的第一炮也没能打中 但是 发条和Easy都还在倾线 来得比较慢一些 是 那这个下谷前锋 应该是个红四方C9 可以成功的拿到了 C9对于这个下谷前锋 争夺是非常积极的 知道自己前期 已经在节奏上落后一些了 绝不能再丢前锋 顺势想要有一波入野 但这波入野 其实对面是知道的 下路这里 让Easy有一波比较好的发育的机会 而且在野区入侵点很强势 蓝Buff Parks并没有去瘫 因为自己身上本身就有一个 而是把另一边的蓝Buff分给了Blaib 是的 大招还刮断了Parks的回程 那这样的话 去下路防守的人 到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慢很多 Easy在下面爽吃一波 Easy应该还可以再推一波线的 现在他其实在队位上 已经领先了快一千块了 而对于C9来说 就是如何去利用这个下谷前锋 到底放在哪一条线 这一把其实三条线都可以去做选择 感觉 最好是能把杰斯给养起来 因为这破个阵容 反正就是杰斯所移嘛 是 但他其实平常的话 更多的就像咱们赛前聊到的 更多的是养Parks 所以说这把也是放在中路了 他说也可以 也没有什么问题 正好中路的话 杰斯先锋就是这个牵手 可以直接把小龙拿下来 但Parks好像没有吃到这个钱 那个距离 好像刚才没有奔给他 对 那一下跳前 没跳到他身上 那就是打野一个人独享了 但不管怎么样 撞掉对面中路的塔皮 也没啥问题 这样的话 如果待会有二先锋 可以直接把中击塔给推掉 而且这场比赛 还是个火龙魂 火龙魂对于这种 Poke体系的面板伤害 是很重要的这种加持 这把其实上爷的 补刀上来看的话 DFM要稍微小一些了 但这种少 感觉左边是还能接受 没错 因为他把经济 给更需要的人嘛 对 而且他说实话 团战的时候 色提和赵姓 可能就去搅后排去了 只要大概两到三件的 战士装能出来就OK 对 他俩最关键是那个 尤其是对于赵姓来讲 是 血手 这件装备 一旦有了血手 这件装备就能捅进去了 除了可血的赵姓 还不太够 气泡睡到了 这个位置的话 Valken可以Q到的 砸一炮 以后Valken直接给大招 发条大没拉出来 是的 奥拉夫直接一斧头接一划了 把人都拿下 不过上路 Steel这边想对Fast动手 因为知道Fast没闪现 Fast这边也蛮聪明的吧 不太往前去靠了 但是身后的话 Blabber这时候来了 感觉是不是可以 有点机会 这尝试性的一斧子 稍微丢一下 但是草风里面还有一个人 还好自己身后的队位 来得快 这边催眠西方踩中了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涂上去 这个轰拳轰到三个很关键 后续的话 想要先瞄准Purk 在单中转里挑起来以后 风战电子把它给收到 是一个单杀 而且TP亮起来 来自发条 这一波相当于打了一个一划 用辅助换了对面上中两颗人头 是的 这波反包夹的FM 做得相当漂亮 而且第一时间 Gan其实很能忍 他在草丛里面一直没露头 就是想引诱你上钩 对 埋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Blabber想要配合TP来 这个时候兵线清管的话 是有双TP的机会的 但是目目依旧是没有大招 奥拉夫也没大招 又竟然砸得很准 这一炮也给上 奥拉夫拿到肇心的人头 我们F1也不好走 奥拉夫直接一颗双杀在手 那这一波打回来了 这C9是真敢打呀 对 因为这一波 接下来的上中的话 都是有TP能回来的 当然这个地方 左翼是把提交到中路了 还塞出来直 有大不流行的移速加成 哦 是 学问弯了那么一点点 给了他这个及时反应的时间吧 算是 是 看这波啊 大家伙全都在赶战场 但这个轰拳砸下去 其实 说实话 就DFM已经已经太多了 这个轰拳的伤害 让C9这边几个人都有点吃不消 那双方激烈交火一波 反倒我们看 早期有点落后的C9 经济上还有点歇实的反超 不过现在EZ还在发育期 也不着急 对于DFM来说 他们可能着急的是一会儿这个小龙团 大招拉一下 哇 虚弱 两边要换套技能 因为小龙团在即啊 还有接近一分钟的时间 但对DFM来说 先做视野肯定是没错的 这个奥巴夫拿了三颗头 对于C9来说 其实他待会儿打团可能很关键的 是 是会挺猛的 一个大招开起来 可能就砍进去了 而像发条这样的英雄 又拿他没什么太大的办法 但是这个Forge的杰斯 要得先推线 先往小龙这边过来靠 或者说这三个人直接过来逼上塔 都可以 但无论如何 不能让EV的这个色体 利用这个TP杀做事 对 现在就是几个人先入野去拿上塔 这样的资源去掌控是OK的 主要这个时候在下半区 没有任何资源的 小龙还有半分钟在刷新 第二分有点被牵着鼻子走了 想去包发起的杰斯 已经上去了 其他几个队友也在过来 杰斯跟你拦了波 还比赛方弯绕 还有棒棒 血要被上下的时候有点低 但是放下好时 可能看啊 配合了杰斯的远程一步 直接先轰死女台 女台的 女枪这个大招的位置 放得太好了 配合着自己的队友 只是把这一步的人都收下 时间打了不一换三啊 是 主要还是第一时间 阿牧的大招大到三个人 太关键了 直接让C9这一波团 变得非常的好打 这一波的位置 限制得死死的 DFM太像 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 是吧 下半区说实话 小龙附近的视野 DFM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觉得小龙还没刷新 我不去下 我不去站 先去要去找你的杰斯 结果自己又被反包 就这个时候就属于是 我上半区没视野 但我想去打一架 对 有点不理智 说实话 两个中单的直接对话 气泡没睡到 这个样的话 Perk 但K9也没中 不好再做后续的追击了 发条也不想闪还你闪了 觉得没意义 是 C9拿完小龙 但是峡谷前锋 应该是由DFM可以掌控 这样的话 我现在觉得 Blabler这个赵信呀 Blabler这个奥拉夫呀 现在对于DFM来说 是个很大的麻烦 在团战当中 是 尤其在中期的 这一整段时间里面 他的强势机会非常的长 因为左边 咱们一开始也讲到 就本身他控制 面对这种Poke阵容 你本身控制就少 本身控制就少 你面对一个 如此发育还好的奥拉夫 你拿他就更没办法 有可能面对一个 成型奥拉夫 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个 输出伤害 第一时间摁不死他 没错 现在已经有咳血了 或者说其实早早 应该就有咳血了 是 第二件血手也已经出来了 对 他发育比赵信好太多了 主要这个英雄 就像刚刚 DFM老师说的 就是你第一时间 摁不死他的话 后续其实 你就很难处理去他 是 而且现在感觉 已经摁不死了 这个血手一出 贼吓人 这种进攻防御装 奥拉夫的最爱 对 我们说很多战士 都是这个标准的两天套 两天套出来以后 打团 基本上就进入一个强势期 对 对于奥拉夫来说 绝不例外 在接下来的这一波 火龙魂的团战里面 DFM想要限制他 非常的困难 可能只能说是 先限制他的队友 先处理他的队友 但处理他队友 又那个问题 就是女塔一旦开不到人 你就得被白poke 没错 而且这中塔一掉 现在局势对于C9来说 就好起来了 几个poke手 在中路附近的位置 可以施展施展 自己的拳脚了 而且这个拳脚的施展 一会儿这两分半后的 火龙龙魂之战 DFM将比较难接 把C9现在开始 由兵线 入行到野区的视野压制 没错 就我现在目标 是把下一塔给拆掉 很清晰 打得很清晰 对 因为现在只扔下路 一座外塔了 那所有人往下半只靠 先起你下半只野区的视野 再让Fudge安稳地去 把这下一塔给拆了 待会儿再去控这条火龙 虽然说EZ挂了一个大招 把三个远程兵挂掉 但是不妨碍杰斯 把防御塔推倒 主要还是在视野上 C9是占据了一分的领先的 刚刚 那现在对于DFM来说 要就是抢一轮 这个红区 包括到小龙区的视野了 但感觉很难 主要是中下的兵线 不太好出去 现在C9如果 嚣张一点 就直接 一分半就过来战视野了 一分半就直接小龙区落位了 就得看DFM 这个峡谷先锋 能不能赶上那个时候 这样的话 还能稍微地牵扯一下 对面的精力 是 理论上峡谷先锋 等会儿中路肯定要给了 现在其实就能放 我觉得 主要是剩的时间不多了 其实最好放的时间 应该是刚刚抓 对面回程的这波timing 但是因为照性立的比较远 现在还在 应该帮发条拿个篮 那现在一分钟 刚好C9过来落位 timing刚刚好 感觉这是C9到目前为止 打得最严谨的一局 是的 这个提前一分钟的落位 也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这条小龙的 重视的程度 卡皮过来给套视野 你看现在这个Poke体系 已经开始发威了 而左边你怎么办 你只能被白打 你想开的话 就得浪费鱼毯 唯一 我的天 有阿波波主动发难 主动发难会不会有点着急 这样的话 Walkan被秒了 而且Blab有点深入 这个位置 他艾未盯上他了 其他几人在先处理先锋 正面期望没隧道 但优德邦吃了 左翼的一场飞行 远转还有半血的血量 开始了自己的大招 开始砍起来 赶快敲走 对面的Abby 但自己还是被Steel给盯上 但正面阿拉夫又砍死一个EZ Poke回头飞行条 砸Abby Abby没有被敲到 这边也是走不掉了 这样的话 打了一波二换三 还要做追击 Steel又捅 捅到Poke的身上 不是 这个C9 他们在打什么 有点着急 我卡住视野 我站住位置 我是Poke体系 你只有一个女坦的开团 然后我主动开你 是 简而言之 在小龙去打架 优势在我 但是他们没有在小龙去打 对啊 放弃了天时地利 只有位置 欧拉夫也走不掉了 欧拉夫的大人头 给到八条了 我的天 我的天哪 这个C9啊 这一波打完之后 直接来到DFM的优势啊 而且小龙还没有拿掉 那既然如此的 我站住小龙视野 我站住小龙 我先落位 我意义在哪里呢 对于C9来说 你站住小龙位置 你却安心地打小龙 又自然有人着急 轮不到你 因为我是Poke体系 我Poke体系 我主动开人干嘛 有点迷了 说实话 迷啊 有点迷了 确实 杰斯这边一炮 想抢这个河蟹 没有抢到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小龙要 由DFM拿下了 排了夫人又折兵 好家伙 DFM不用自己的韧劲吧 算是等到了C9失误的 这一波 这个说实话 也不知道C9 这个是团队角色 还是Valkan自己 脑子一热 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的 这一局啊 比赛在初期的对线 我们就会觉得Valkan 这场比赛很上头 是的 对啊 如果他们刚才这波 是C9队内也没有讨论好的话 那就是Valkan自己上头 这里Q小兵接R闪 怎么说呢 就感觉开确实开得不错 但是问题 你的整体阵容 不是那种说 我去打一波爆发 我瞬间能把对面 人都秒了 这样的阵容 而且因为你是Q技能 直接闪开嘛 只有女强一个人能跟上 对 你的杰斯 左翼两个核心点 都跟不上输出 而且女强现在也没有肥到 说我判一个大招 对面的俩人 就都可以躺下的地步 是 因为他们肥的点 是这个奥拉夫 他们要等奥拉夫 一刀一刀地砍下去 那现在双方经济几乎持平 并且DFM叙述了 自己关键的这条火龙 这样的话 赢得了一些发育的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 发育 时间是他们的朋友 时间是他们的朋友 那现在发条已经三件套了 朋友已经来家里做客了 那C9现在不依不饶 觉得自己刚才吃了亏 是 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 到真的中空机的团战 C9的话 在资源处打架 还是要看阿木的大招先手的 是 但不能像这样的着急 毕竟自己是个poke阵容 可以先poke两下 在开的 就还是那问题 你破坏人的时候 急的是DFM 没错 你的阿木完全可以反开 尤其是像刚刚那种情况 C9自己率先在火龙去录幕位 而且C9手上是握着三条火龙的 不需要你急 自然会有人急的 阿P过来 气泡被小兵所阻挡了一下 那现在在没有中立资源的情况下 C9做这种野区的视野压制 一眼没有那么大 DFM相对来说 手都比较从容 对 DFM我就收缩两个二塔 然后反正小龙还有两分多钟 是吧 你现在压我视野 并不说小龙还有一分钟 你压我视野 是 你就看这个红区 我DFM就只需要下面草丛的 那一颗真眼 然后保证我能从这个地方通过 就OK了 对 保证我家门口安全 再往深了处红buff那里 那你要拿就给你了 是的 然后你看C9现在得回家补眼 补完眼 DFM出去把视野推的也差不多了 是 说白了 C9现在这种进攻 相当于成本很高的进攻 但收益并不好 像买股票一样 伊斯瑞尔快三件套了 发条已经三件了 现在整体C位的经济上 DFM并不落后 甚至是有领先的 而且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们前面提到 奥拉夫两件套是强势期 待会怎么办呢 待会可能奥拉夫要开始的 慢慢走下坡路了 所以现在双方暂时性能 转战一下大龙附近的视野 但是在这里估计不会有真的 毕竟还是要等待会的 这个第二个龙魂团 因为现在围绕这个大龙做文章 谁都不好意思 谁都做不了 谁都也没这个信心 就DFM打吧 C9 poke你 你肯定难受 C9打吧 他这个地形肯定不舒服 对 我不是伸脸给你开吗 所以双方围绕着大龙 伊斯瑞尔一下 这EZ这还给点赞 这地方想回肯定是回不去的 是 但这波回不去 可能下波也不好回啊 小龙快刷了 小龙马上刷了 没有机会回了 这个一分钟的时间 看一下回不回 他要真想回 他就到二塔底下回了 你主要要看他是不是很想回 直接TP了 后面有TP 后面有TP 抱谁 ZVM直接被统数闪现了 赞提肯定瞄准这个ZVM 但是直接包含这个保护 阿木木做的是不错的 这一波终于是意识到 自己可以保着团队来的 是 阿木木总算意识到自己是 总算意识到了 原来我还可以干这个 是 两边现在交换半场 DFM一不做二不休 要把你的二塔给拔掉 死掉三人断后 保障着这个二塔先掉 对面气泡重发条 但是后续的飞心跟不上 想从Blyber Blyber身上有大招 祝神红红暂时不着急开 CG有点分散 该开了 终于开了 开了 这个血手 非常能回 同时 阿木木一个大招 位置还不错 但是Blyber还是要卖掉自己 Blyber可能也要倒地了 已经没有祝神红红的阿拉荷 还是要被捅到脸上 有发条收到这个人头 最后最后 只剩下女枪和杰斯两个人 龙能打掉吗 龙能打掉好像 这都还可以 拿到了 这样的话 DFM应该要转头去大龙 龙魂换大龙 同时DFM收获一波 零换三的大胜 哇 这一波对于CG来说 阵型太分散了 他们并没有 把这个口袋给扎住 对 而是被DFM找到了一个 单点突破的点 就是这个奥拉夫 奥拉夫就是仗着自己身上 我有一块表 而且我的大招始终没有开 所以觉得应该可以 再多拖一会儿 但是直接拖掉了 说几方的阵型 处于一个非常散的位置 上面出了 这样的话 携带着大龙BUFF 携带着3000的竞技领先 DFM可能要吹响 他们反攻的号角了 我看这波就是 原本是红色方去堵 蓝色方推我二塔的时候 结果 为什么阵型如此的分散 让奥拉夫一个人 承受如此多的障碍 我最肥的奥拉夫 被成为第一集火的目标 而且你看这几个 破个手在各个方向 但是你会发现 效果并不好 这种就属于 我没有爆发输出 能灌到对面身上了 看到C9的教练团队 也是比较的懊恼 感觉这一把 可能他们的教练团队 下来需要总结的事情 还有很多 且不说这一把的输赢 对 他们有一些关键 尤其是团战决策 对 做的是很差的 其实我们从整个入围赛看下来 团战真的占了 很大很大一部分 是 很多局斗是谁的团 打得更好 谁就会获得胜利的 因为就当前版本的 因为节奏很快嘛 纯运营的东西 已经比以前要少了 没错 基本上对线期过了 就是不停的打团 所以还是一个 偏团战的版本 是啊 就第二代目 尝试一波进攻 但是C9因为沐浴着 火龙龙魂 所以这个POKE起来 将更加的痛 PARGS被逼闪现了 被色体拉回来 虽然说拉不出一圈 直接爆栓 有没有后续的伤害输出 PARGS要回到过去 直接被EZ 瞬间秒杀 不然有没有在遥远的左侧 跟不上后续的输出 虽然说带走了一手色体 双方打了波一换一 是 但这样的话 DIFM其实整体的状态一般 而且技能交得起一八八了 带着大部分 特别的一炮 太关键了 火龙魂永远的神啊 发着这个最后一手 选到的捷斯 在这一波 对方的推进期间 立功了 小黄毛真没想到 是 这三件套的捷斯 真没想到 这三害甲正高呢 这一炮下来 带着火龙魂 直接把自己给融化掉了 也阻止了 DIFM的后续的推进 这样的话 C9算是守住这一波了 可能还要得看 下一次的这个远古龙 或者说大龙的团战 是啊 主要是这个火龙龙魂 帮C9提升太多 这个面板伤害了 像这种脆皮啊 什么的挨不住 这这 左翼这一下 捷斯这一下的 就本身就是这种 poke阵容嘛 是啊 两边现在依然是 打到现在是一个 基本食品的局面啊 嗯 经济上面的话 其实是没有差多少的 但是由于C9 其实手上 是有一个火龙魂的存在的 所以 正面真要打团的话 感觉可能还是 C9的胜众会稍微高一点 关键就看这团怎么开 对 还是要看团怎么开 因为刚才这个火龙龙魂 被C9打输完团战 偷掉之后 DFM拿这个大龙 大龙这个buff 没有做太多事情 嗯 没有追回来太多经济 是的 这个推进是被C9 给终结掉了 是 现在 转埋伏 但C9 被一炮给炸出来了 被一炮给炸出来了 很多这种 坦视野的技能 对啊 毕竟是Poke阵容嘛 这Poke体系 DFM一会儿又要陷入这个 困境了 就是你面对这个输出 面板输出比较高的Poke体系 你必须得开它 你开它就要浪费女坦的技能 而且其实对他们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不拿大龙还挺难推的 是 我觉得关键还是要打资源团 打资源团你有绕后的机会 如果你能卡视野卡得好 有绕后的机会 去把这个团站给开起来 对于DFM来说是最好最好的消息 那资源团马上就来了 没错 是的 马上这个一分半到两分钟之间 圆古龙大龙都将要刷新了 但现在就这个绕后眼位来说 尤其是圆古龙附近啊 基本上C9红色王不太会给你 不太会给你提供这种绕后眼位了 从现在的这种装备上来看 发条现在四件套带描描 就如果C9的几个Poke手被发条碰到了 那应该是要倒地的 但现在左一这边也在做自己的三件套 女枪三件套已经有了 而且杰斯刚刚一炮已经验证了自己的伤害是够看的了 是 而且主要是就是 虽然说啊 我装备可能没你发条好 但我毕竟火龙魂啊 对 绕不去的就是这个火龙魂 先推二塔 然后看看怎么摆阵型 C9 C9现在抱团抱得很紧 因为他们知道阵型上 不能再像上一波那样分散了 DFM有赵姓这样的英雄 很好去做单点的突破 色提暂时把兵线给运一下 中上两条兵线 DFM都不错 直接TP到下路线上 这一波的话C9选的先战视野 先战视野对于Poke提起来讲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上路的话色提有TP 所以说先带一波 关键时候就看着在团前能Poke中击炮了 TP直接被交了 回到正面 下来先吃点C1炮 远古龙已经复活 来到龙坑当中 C9这边的位置站得还不错 解释一炮打到两个前排 正面的话F1进去吃了按住一解 什么只空了 这一个大招放下来 但是直接被身后的女侠扫了一趟 正面的话龙坑里面两个人在混战 正面只能交出闪现上去 但是依旧是被虾当掉了 正面的话DFM这波打了一个 一换三 一换三 现在只剩上中两个Poke手 能抢个手 能不能行 但似乎不行 造型是有逞的呀 能抢龙吗 这一定不行吧 我觉得 一炮打过去 没机会了吧 500多的血量被造型逞掉了 而且还能转大龙 双龙会了 是的 对面的复活时间 最快的是阿木木 还有9秒钟的一个时间 但是阿木木 加上两个Poke的英雄 也是没有办法去阻拦 DFM这波拿大龙的 感觉还是有点着急的 他们Poke没有打多少 直接把团就开起来了 对呀 我觉得整场开来 就是感觉C9这边 好像没有太 没有太get到 就是Poke阵容 到底应该要怎样去开 怎样去打 就说白了 还是那句话 哪一波你拉扯 就急了 急了 对吧 哪一波再拉扯 这波就 Boken舔上去 这波 Boken真是不能舔上去 别急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你要真说DFM这波的话 因为刚才Blapper 作为一个奥拉扶 有助成谎后 但是我单防住你色 其实完全OK的 没错 就还是着急了 我是觉得DFM这波 其实开得挺一般的 就平平无奇 女坦的闪现Cube 我也不会空 是 就你都送到我脸上来了 我肯定闪现Cube 然后我发条 现在这个时候的伤害 有多高啊 对吧 很夸张的 好 这双轮会DFM 要做事情了 这波应该是要推下来的 这 这肯定要做进攻啊 没错 就是现在看 从哪条线去突破了 就五个人抱团就好了 然后尽可能的让色体 以及赵信 去吃第一波的 对面的poke技能 是 然后再对面poke技能的 技能真空7 去做进攻和开团 是最完美的 对于他们来说 原本我们所设想的 就是 DFM会比较着急 怕被你poke的太惨 然后我不得不开你 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 每次阿木木会帮他们 帮他们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对 就我本来会以为说 按理来说 DFM的开团 是在对面的技能真空7 结果是 C9这边的阿木木直接 先上来帮他们开了 是 原功了 还有最后二十多秒钟 DFM想抓紧最后的时间 女强的弹幕时间 已经用来扫线了 这么一段 杰斯一方 咋倒是炮车 正面不想让对面推进了 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 圆古龙 这个时间肯定 DFM想要抓住的 第一座面 他先倒 特替先一爆 拉到两个奥拉夫 这个摄像鬼 上把甲已经开起来了 包肯可能要瞬间被融化了 已经得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圆古龙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 四人而逃 发指也无能为力 只能目送 自己驻基地的爆炸 我们恭喜 DFF 他们将会以B组小组第一的同名名次 冲进这一次的2021英雄龙盟全球总决赛的正赛阶段 16强 哇 我的天啊 恭喜 逆袭啊 我们看到他们的教练组队员们 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这场胜利对他们来讲 弥足珍贵 这场胜利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创造了LGL赛区的一个历史 他们的一小步 LGL的一大步 因为其实 早几年的话 感觉英雄联盟这一个游戏 在LGL的赛区 它的发展之路确实 并没有说到特别特别高的水平 现在他们向世界证明了 他们可以和现在四大赛区的队伍 摆一摆手腕 在小组赛当中 在入围赛的小组赛当中 他们和C9战成1比1 并且他们笑到了最后 哇 C9啊 今天连持两个败仗 为自己的轻率买了单